为在迪华街北段有百年历史的大稻辰业进发商号 发起首届2023稻辰时光季 让民众穿越时空 体验在地商家与市籍首作者带来的多元弥谷赏宴 还有40年前一瓮要加10万元的酒家菜 以及台菜鱿鱼螺肉蒜 从饮食文化认识大稻辰的历史 南段是南北货 北段来讲原来是菜市场 从梁州街开始一直到大桥头 那个台北桥还没重建的时候来讲的话 这一带就是菜市场 所以买菜一定到这里来 所以在每天的食材到这里来买菜就对了 所以在因为在北段这边呢 因为是食材很有比这方面的一个产品都对了 所以在后期来讲的话 就比较没落的对了 就在民国大概60年以后 这个台北桥改建以后来讲的话 这个台北桥这个大桥头市场来讲 就比较莫愕 没有啦 所以说比较莫愕 那我们今天想办这个活动呢 也就是希望呢 用这个活动再告诉大家 立法街北段呢 会重新出发商圈呢 或重新兴盛起来 这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目的 好不好 来谈谈以前的故事 谈谈未来的创生 怎么来做 立法街上街怎么再重新再出发都对了 那这次我们特别选在百年的古宅 来举办这一次百年的封街 就是要用这样的一个活动 来介绍大稻城的米食文化 以及因为大稻城的米食文化 而衍生出更多的商业活动 因为早期这里是一个大稻城码头 那米食集散在这里 然后也进而带进了很多的产业 包括我们的茶叶 张老 还有南北货 还有我们的中药材 这些不管是输出或输入 都是在大稻城 所以也就召接了很多的贸易活动 那这些贸易活动就会 需要这些镇山名流 就需要一些交际应酬的产核 那早期通常是用他们自己的输出 私厨在他们家里来做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招待贵宾 那时候我们称为这个叫官菜 因为通常都是一些真商名流 自己的私厨 今天的菜很特别 这在三四十年前的时候 一桌要卖台币十万块 十位贵宾 那三四十年后 我们现在去重现这些食材 当老师傅带着小师傅去买 这里的食材就超过了十八万 当酒过三巡的时候 解酒的一个汤品 就是我们的牛鱼雷肉酸 当你多喝了几杯了以后 想要解酒就要来一个热汤 那我们常听到的牛鱼雷肉酸 这个时候就会上台 为期二十天的稻尘时光季 共分食农工坊 食音绕梁 食好稻尘 以及食来运转四大主题活动 内容包含食农教育讲座 原住民丰年纪音乐演出 食农漫步大稻尘 酒家菜 买菜烹饪体验等 展现大稻尘的多元魅力 我们常讲有两件事 很容易让人家感动 第一件事就是美食 我相信各位好朋友都一样 二十的美食记忆 会让你深刻的记住一辈子 然后另一个就是音乐 另一个就是音乐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 第一个用美食来吸引大家的关注 吸引大家的胃 第二个用音乐的饗宴 来让大家回味 五六零年代的时候的那些音乐 所以这一次的活动主题之中 也包含了音乐跟美食 我们业家来讲 原来在我小时候的队 大稻尘来讲 只要五月十三 饭豆 饭豆 出面头要大家都饭豆 我们家这个场地都对了 大家看一下来讲 办十桌 可以办十桌 那是我小时候最好的记忆 五月十三 所以今年的五月十三 成王爷生日六月三十号 我们有一个笨拙的活动 我们都知道大稻尘其实是台湾 尤其是台北 我觉得它是一个我们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发展中心 那也是一个历史文化的中心 那它也是一个可以吸引国际观光客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地点 就是吸引力 它有很大的殖民吸引力 大稻尘大家都知道 南中北街 那北街现在大家所在的就是 帕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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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条路没有拓翻 所以才保持到现在的巴米的一个正位 我就真的很感谢叶靖發話 今天一百年 今年一百年 然后自己就是从民间 自己本身就发起要把 就是在这个北街 融华再现 那实际上我觉得 其实已经有吸引更多人 而且我相信 它因为在随着疫情解封 会更多人 那对观光来说 我们就是好伙伴 大稻尘本身就是一个中心 然后让我们整个台北12个区 都发风发亮 2023稻尘时光季 于6月10号到30号盛达登场 6月24、25日 将举行迪化街北段百年来首度的封街文创市集 邀民众一同来感受道成的时光之美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